关系跟我念一遍 还记得我 什么大声点听不见 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 大家好,我是金男王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比较便宜的潮流人偶 而今天说到的这个潮流并不是说 它的玩具性质是潮流人偶 而是说这个人物很潮流 品牌出自King Studio联名爱国者 那至于是谁,我们现在就开箱看看吧 来,看看是谁 Alison 她这个包装盒比较薄 因为里面的东西确实不算多 这里有一张图片 不知道是不是King的签笔签名 这里面展示的是King Studio截至目前 图过或者改过的头雕的所有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里面就是人物主体啦 东西不算多 只有一个人物主体贴换了头雕 手型 以及这里300块 还有一只手表 产品的默认出场状态和这个封面一样 可能需要自己凹一下造型 就大概能够达到封面的样子了 她这一整身穿搭 从头到脚 虽然未必是陈冠希真正上身过的 但是看起来没什么违和感 看一下头雕 有人说陈冠希像赵本山 大家觉得像吗 咱们说实话 咱们不带开玩笑的 我是真的觉得陈冠希是那种骨子里非常帅的 以现在的话讲就是骨相很好的男生 所以她是那种不太需要导事就已经可以很帅的人 但是哪里像赵本山 这个出处是哪里 谁要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 这个头雕选择的是她非常酷的一个表情 你看不苟言笑 而且你看她的眼睛 眼睛都不正眼瞧你 就有点像陈冠希年轻的时候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的样子 要说这颗头雕有什么缺陷 我认为她最大的缺陷就是皮肤太好了 就是缺少一些男性皮肤的纹理 太干净了 你看像不像开了美颜滤镜 但其实我拍东西的话 是不会开任何美颜和滤镜的 她长这样 她就是这样 所以整体感觉就是皮肤太好了 这里看一下她的帽子 是一个鸭舌帽 它反戴嘛 有两个联名的品牌 这边是Stuzi 这边是她自己的品牌Clout 我对于潮牌其实特别不懂 但是很巧我竟然知道斯图西 是之前我机缘巧合的 看过一款斯图西的鞋 好漂亮 就是那种质感我很喜欢 然后这个帽子肯定是有圆形的 大家在一些网站上 应该是可以搜到的 她上半身穿着一个 纯白色的带帽子的卫衣 这个品牌是她自己的 看这里 Clout 她这个衣服有点oversize的感觉 就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在穿的时候呢 稍微往下拽一拽 但是不要拽太多 拽太多就不好看了 就是要这种 穿上以后有一种圆圆的感觉 就是时尚潮人的穿法 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然后整个这个衣服的材质 是那种高弹的 你看 但别太时间瞪啊 回头瞪走行了 就不好看了 她这个帽子呢 是可以戴在头上的 当然她里边已经有一层帽子了 而且呢 可以有一个收口处理 就是 诶 这样子 有一个兜 而且这个兜是真的 还能装点东西 她的上半身 不仅穿了这么一件外衣 里面还是有一件打底衣的 这个打底衣 没什么特别之处 就不给大家单独展示了 就是一个白色的短袖T恤 大家去想象一下吧 之所以她里面穿这么一件 主要也是为了让她的 外边这个衣服呢 呈现出来的效果更好 因为如果没有里面那件 外面之间可能会不好看 而且脖子这块 有可能会穿帮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裤子 这裤子和上衣材质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高弹的 然后感觉不太会起褶 但之所以她有这么多褶子呢 是因为这条裤子太长了 这就是潮人穿裤子的一个特点 你肯定不能往上提 就让她自然下坠到这个位置 就体现出这种 好像有点裤子版的oversize了 然后这个裤子的颜色 是非常正的咖啡色 同时她也配了一双咖啡色的倒钩 陈冠希本人应该没穿过倒钩 如果她有穿过的话 欢迎反驳一下我 她这个鞋子的颜色 跟她的裤子真的很搭 所以整体搭下来也没什么问题 倒钩当然从这个角度看才是倒钩 这个鞋也是手工做的 然后挤皮面的效果 这里呢是有皮革的质感 整体看来 它是一双非常棒的手工鞋 这双鞋单卖都要一两百块钱 但是却夹在这款产品里面 关于这款产品的可动性 我没有测 我就知道不会太差 倒不是说它本身素体有多好 主要是你看它这个穿着 都非常的宽松 而且很有弹性 完全不会影响到它素体的可动 它的头部呢是这种带脖子 所以它的可动性也就是 转个圈 然后前后左右这样子 我们在给它摆脖子造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让它的这个痕迹露出来 不然的话就穿帮了 然后上半身呢 首先看大臂 大臂是360度 然后小臂 小臂可以达到一个锐脚 它是双关节的嘛 然后腰腹 这是360度的 然后向前 向后 它的腰有点软 就是你这样子还OK 但是你要是使劲甩的话就差点意思了 然后腿部 腿部也不太受影响 是可以下岔的 看 小腿是可以向后 将将提到皮肤 然后它的脚踝处也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动物 接下来我们看它第二个头雕 我刚才在底下对比了一下 这两个头雕就光面部的圆膜是没有变化的 它的区别 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戴帽子 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型 这发型还挺重二的 然后它是戴帽子的 另外就是它们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这个眼神 眼角是有留白的 所以它有点死于眼 它看着一个很虚无的地方 而这个呢 就明显它在看斜下方 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眼神 我个人肯定是喜欢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是有泰克的眼神 而这个眼神我看不懂 就感觉凶巴巴的 那至于上身效果呢 我们现在给它换一下 穿戴完成 看看整体效果 怎么样 我打理的是不是还可以 小帽一戴 脖子一歪 就有那种 哎呀好屌的感觉 不过客观讲 如果你让我选这两个头雕 我更喜欢哪颗头雕 我还是会喜欢刚才那颗 这颗呢 我虽然给它摆了一个挺酷的姿势 这个样子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总觉得在像一个谁 但是像谁 我又说不上来 就感觉它 谁都像 好了 人物主体部分看完了 我们来看道具吧 这个是一根绳吗 不是 这是一个绳套着一个小环 就理解成是一个项链吧 但是圆形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至于这个小环是不是戒指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手表 皮革的表链 金属的表盘 上面还 不灵不灵的闪的很清晰 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表 这表是有出处的 是铁芒果送给钢铁侠的礼物 宝格丽手表非常值钱 最后这个配件就是 300块每刀 有正反面的 不是说就干面了 做的还算精致吧 但是典型的就是那种 扑克牌的质感 这个对于成冠心来说 那是很重要的道具了 附带的手型里 刚好有一个是可以拿这300块的 而且拿的还挺紧的 最后呢 按照惯例 因为是双头雕产品 所以强行的给它DIY一个吧 两个头雕 两个造型 陈冠希其实是比较好DIY的 你就给它往潮了打板 没有问题 那关于这款产品呢 我也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告诉大家 我的购买价格 760块钱 这是当时的预定价 现在可能会有点上升 但是也不会太贵 虽然配件确实有点少 但是毕竟双头雕 而且整体的完成度也不低 在我看来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优点就是这款产品的题材很好 头雕在大部分角度 还是比较能打的 整个人物 简单打理之后 这个范儿是有的 缺点也有不少 除了刚才提到的 头雕的美颜程度太高了 第二个就是 在刚才的可动性检查的时候 发现它的素体太松 如果是强迫中的朋友的话 建议换一个其他的素体 窄间即可 第三应该是一个挺大的遗憾之处 就是厂家真的应该自己 开发一双陈冠希的鞋 就像白丝巢蓝丝巢啊 这些都是陈冠希出圈的单品 虽然道沟确实是双好鞋 而且跟一条裤子很配 但毕竟不是陈冠希的代表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一键三连 我是金娜萌子 帮你种草 帮你解读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